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說的是一個環遊世界的故事 第一集一開始先介紹主角 他們是小鎮A的動物園表演者 他們的職業分別是獅子和馬斑馬長頸路 在斑馬生日的這天 他們約好一起逃出動物園 因為覺得動物園好無聊 有四個天才企鵝也跟著一起逃走 接著他們打算先去坐火車 在火車站中被抓住了 人類自行腦朴 認為這些動物會想逃 一定是因為他們想要自由 為了展現我們人類的大愛 於是人類想把這些動物送回大自然上 運送動物的船開到一半 獅子和馬斑馬長頸路就跳船逃走 漂流到小島A 小島A上有一群狐蒙 主角一群人就跟狐蒙交朋友 此時獅子開始餓到發昏 開始想吃肉 所以就想吃其他的動物 大家都很害怕 而逃出動物園的企鵝 剛好開著船來到小島A 這船是他們幹掉人類船長搶來的 他們做生魚片給獅子吃 獅子就不餓了 原來這部戲中最低端的肉類是魚 而獅子非常想回到動物園 覺得有人養比較爽 所以獅子和馬斑馬長頸路 就打算一起開船回動物園 第二集一開始 馬上就說船沒油了 所以獅子和馬斑馬長頸路 又回到小島A 但天才企鵝們 把小島A上的報廢飛機修好 於是獅子和馬斑馬長頸路 跟企鵝一起搭飛機回動物園 飛機飛到一半又沒油了 往下墜落 但飛機有降落傘 所以沒事 在這些動物面前 人類真的是智障 他們的飛機就有降落傘 他們掉落在小島B 獅子遇到自己的親生老爸 天啊他是你爸爸 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哦抱歉那是世間情的故事 獅子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老爸 斑馬也遇到更多斑馬 河馬遇到更多河馬 長頸路遇到更多長頸路 契而搶了很多小島A人類的車 用車的材料跟猴子一起修飛機 修的過程中 長頸路發現自己喜歡河馬 怕河馬被河馬搶走 所以趕快告白 雖然我很佩服這種超越種族的愛 但想必到時要克服交配的問題 一定非常辛苦 接著小島B忽然沒水 動物都快渴死了 所以獅子跟他老爸去水源 觸找原因 發現是人類建了水壩 害下游都沒水 獅子開始跟人類PK 快輸的時候 企鵝跟猴子開飛機來救獅子 然後開飛機去拆水壩 拆掉水壩後 下游的動物就有水喝了 第三集一開始就說 獅子河馬搬馬長頸路 在小島B等企鵝修飛機 等了好久 他們聽說企鵝跑去旁邊的人類小鎮逼玩 所以獅子河馬搬馬長頸路 就游泳到人類小鎮逼找企鵝 都可以這樣游了 幹嘛還要修飛機 就算直接游回動物園 也不會有人覺得意外 但這樣故事會太快結束 所以不行 找到企鵝時 企鵝跟猴子正在賭場 其實他們正在賺錢買機游 此時人類的動物追捕大隊 發現了動物原來還是有人類沒家 動物追捕大隊開始追捕主角一群人 喔不對是一群動物 他們開車逃跑 在路上跟動物追捕大隊 玩警匪追逐 眼看逃不掉了 此時猴子開飛機來救他們 但開到一半又沒有了 飛機掉下來摔爛 但因為他們是獅子河馬搬馬長頸路 所以不會死 呃 我是說因為他們是主角 所以不會死 接著旁邊剛好一台 馬戲團的火車 主角一群動物就躲了上去 契而順便把火車買下來 意思就是說大家打算直接搭火車回小鎮A 因為馬戲團火車要進入小鎮A 需要得到通關票 所以主角一群動物 開始教老虎抱海賴狗跟熊表演 然後他們很順利的進行一場盛大的演出 當然也很順利的拿到通關票 我不懂為什麼給通關票的人 看不出他不是在跟人類說話 不過沒關係 只要預設這個故事中的人類 都是智障 一切就合理了 拿到通關票後 火車就順利的開回小鎮A了 主角一群動物很開心的回到動物園 此時才又覺得外面的世界比較好玩 而動物追捕大隊剛好出現 抓住主角一群動物還給了動物園 動物園很開心要辦歡迎會 此時馬戲團其他動物開飛機來 順利救走主角一群動物 之後主角一群動物就跟馬戲團一起 環遊世界進行表演 從此獅子跟豹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智障人類也完全不會發現 有一群動物經營著馬戲團 第四集一開始就說 企鵝在環遊世界的過程中 被章魚抓走了 他們動物界真的很亂 因為這隻章魚在每個動物園 都因為企鵝太可愛的關係失從 理由可以再爛一點沒關係 章魚表示他做了一個化學武器 你以為要殺光全世界的企鵝嗎 錯 只是要把他們變醜而已 企鵝先逃走 然後要阻止章魚抓更多企鵝 在某一次阻止的過程中 企鵝4號被抓走了 企鵝1到3號一起去救 然後又被抓走了 但企鵝4號卻逃走了 幹到底在幹嘛啊 接著章魚完成企鵝改造計畫 來到人類的世界 人類一開始很期待看可愛的企鵝 結果企鵝出現後都超醜 章魚享受著人類對企鵝露出害怕的眼神 還是要再說一次 這個故事中人類都是智障 接著企鵝4號用愛情感化 被變醜的企鵝1到3號 然後再改造化學武器 讓化學武器可以發射愛的力量 把企鵝變回來 最後企鵝們一起聯手打敗章魚 而章魚被縮小放在水晶球裡 從此跟小女孩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你說怎麼放的 不要問 因為我們人類被預設是智障 沒辦法理解的